以色列做好万全准备 等待巴勒斯坦人民的是一场民族浩劫 虽亏祸首却可以逍遥法外 大家好欢迎收看马超说 巴以冲突第二阶段正式打响了 那么这一阶段的惨烈程度可能会远超我们的想象 因为以色列这次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结合第一阶段这个空袭的教训 以色列是充分考虑到了国际舆论 作战方式和战后清算等等各方面的因素 那么巴勒斯坦民众面临的已经不是一个普通的战争冲突了 而是一场漫长而惨烈的进攻 而更令人绝望的是什么呢 如果美国能够压制整个中东 为以色列大开放面之门 那等待他们的就是一场民族浩劫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以色列不达目的不罢休 那到底要炸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以色列才会觉得满意呢 按照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的说法呢 他们要实现的两个目标 一个是要消灭哈马斯 而另一个是解救人质 但实际上呢 我们到目前来看 以色列自始至终目标就只有一个 那就是消灭所有的哈马斯 至于人质的性命其实并不在他们的考虑范围之内 那只是以色列用来攻击哈马斯的一个借口而已 整体来看 以色列消灭哈马斯的阻碍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那么以色列面临的第一个阻碍是什么呢 大家可能都知道 那就是巴勒斯坦庞大的一个地下网络 那么以军一旦陷入地道战 不仅有很多先进武器会用不了 而乙军也会因为不熟悉地道结构 而陷入被围困的一个危险境地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呢 以色列干脆就把地道给炸了 用的武器呢就叫做钻地弹 可是以色列明明就知道啊 他们的人质是被安顿在地道里的 贸然的使用这种钻地弹呢 很有可能会危及到人质的生命 所以说呢 现在以色列已经煞红了眼了 封起来连自己人那是都毫不手软的 第二呢 哈马斯已经在加沙地带生活了十多年 如果不穿标志性的衣服 那以色列实际上是根本无法分辨 哈马斯和平民之间有什么区别的 而以色列呢 一贯奉行的原则是什么 是宁可错杀一千 不可放过一个 那为了让这个原则显得更为合理一些呢 以色列决定修改反攻法 让乙军在战场上有权力将某一个人认定为恐怖分子 并且将其合法的给消灭 这个修正案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魔幻啊 但是这就是以色列正在做的事情 也就相当于以色列政府打算放任乙军滥杀无辜 并且为他们的行为背书 以色列面临的第三个困局就是前两个阻碍的果 滥杀无辜势必会引来国际社会上漫天遍地的一个谩骂 一个谴责 其实以色列的脸皮在后 他能承担起这样一臭万年的罪名吗 而逃脱罪名最好的办法是什么呢 死无对证 如果这些人死了 并且没有留下任何的视频图片的话 那别人再想骂也只能靠想象了 那这样一来互联网上流通范围就很难进一步的扩大 以色列自然就不需要背负任何的骂名了 因此断电断网是以色列进攻加沙地带的第一步 封锁加沙地带的所有信息 这应该是以色列一早就计划好的 最后呢 我个人认为啊 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狂轰乱炸 除了是消灭哈马斯以外呢 还有可能是要为了彻底的踏平加沙 彻底粉碎巴勒斯坦建国的希望 用血腥的手段结束巴勒斯坦这么多年的反抗 在以色列看来 他的敌人或许不只是哈马斯 还包括这群在加沙地带生活的人们 不然为什么要对这群人赶尽杀绝呢 总有一天巴以冲突会结束 而且还是以一种惨烈的方式结束 但我们有必要考虑一下 有必要思考一下究竟要怎么做才能阻止一场战争呢 巴勒斯坦民众长达几十年的苦难 究竟是怎么酿造的呢 好的本期话题到此结束 感兴趣的朋友记得点赞关注 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和我讨论一下 我们下期见